孙先生买的房子在胡州兴隆湾小区150多方 总价106万 开发商是长兴兴隆置业有限公司 现在房子已经装了一部分吊顶 装修的过程当中到木工吊顶的时候才发现 客厅的天花板上面就是顶部平 然后靠近卧室这一边的话是明显要高一点 然后靠近厨房这一块的话 就是肉眼都能看得出来一个倾斜 孙先生拿卷尺测量了吊顶到天花板之间的距离 正常的高度差在33厘米左右 而倾斜部位只有27厘米相差了6厘米左右 我现在就是担心它会不会就是下沉或者怎么样 有没有质量问题 会不会有安全隐患这一方面 还有就是它这个美观度的话肯定是不好看的 比如说以后吊顶的话它肯定会降低层高了 那会比较压抑了对吧 孙先生表示 天花板倾斜的情况已经影响了装修进度 希望开发商能尽快给出一个解决方案 现场他电话联系上了长星星龙置业的徐经理 这个差异这么多肯定存在的 这种障碍瑕疵肯定这个要存在的 这个瑕疵是什么导致的呢 这个肯定是当时那个支母的时候 就是那个模板 模板肯定有些稍微肯定 下垂一点嘛 那这个是肯定对 身份过程中肯定会存在有些不足嘛 这个后续会不会有安全隐患 结构上面会不会存在一些问题 安全肯定没有安全隐患啊 这个我给你讲我们可以问知情文 常新之间站的这个专业人士嘛 我们同小区其他业主家里面有这种情况吗 徐经理说 之前类似问题的解决方式一般有两个 一个是由他们开发商来整改 另一个是业主自行整改 他们给予一定补偿 孙先生家的情况 双方还需要协商一下 这几个情况我现在还在老家 我现在还没过来 具体的话要我回来以后 我问一下那个工程部的那个完工 当时之前我们跟装修公司 都一起过去看过了嘛 徐经理表示 自己二月底会回到湖州 孙先生打算到时候先跟对方协商看看 188黄剑继续报道